避风而不落又自封壳 避风落在涌现花生 你们单位只让一半来人 对有些单位像是选择隔一天上一次 对月潭街那边一开始才发现有个人 真有差 周周你去哪位我不知道 我是不同造型不同款式都有 就是平时生活中了 因为我的风格属于那种百变型 像一般工作都是以这种正装为主要 然后平时也休闲 休闲然后呢 运动的时候就运动 还是什么装束都有吧 对因为这个手套以后也会去给大家讲到 怎么去搭配 其实蒋白的手套就是一种装饰 戴着手套挺好看的 但是每天都要去弄这个手机 一弄手机还得摘手套 也挺麻烦的 对主播是平面模特 所以经常有一些外拍 外拍就会有各种造型 取这个角度像吗 一般是侧一点的角度会说的像 谢谢你的玫瑰花 哇这个玫瑰花好漂亮 走玉结块啊 都有 我的造型是属于百变的 哎呀你别说那种触摸瓶的手套 实际上触摸瓶的手套应该是 应该就是那种玩的那种 如果是真的一些皮质的 羊皮的手套其实是没法触摸瓶的 因为我个人如果说手套这个玩儿还是喜欢那种长款的 一般 比如说秋天的时候配个高领的那种毛衣 配高领毛衣 然后高领的毛衣还是短袖 你知道吗 不是高领毛衣是长袖 一定是短袖那种 然后配一个手套 都会有都会有 不热 太热空调呢 对长版的好看 这个就是属于内容 这些都属于过膝 但是这个是快到大腿这儿了 还有一种刚刚过膝的 叫膝盖以上一点点的那样子也很好看的 那个也非常好看 为什么老说我是北京的 我没有北京考虑 我说的 我看了 就算不然 他还没想到 这边 那我们的想法 我看了 这边 我们的想法